歡迎收看2020年3月15號星期天 晚上8點鐘的超級霹靂會 我是Eddie小迪 我們超級霹靂會今天播出 已經是896集了 這個數字聽起來感覺還沒有破千 可是呢是一個禮拜一次的快撞節目喔 你們把它乘以365天 很恐怖耶 有一首歌叫做別問很可怕 哈哈哈哈 最近在我的生活周圍啊 很常遇到就是看著我節目長大的小朋友 有那種從國小開始看的啦 有從幼稚園開始看的 乖你們要乖 小弟叔叔 陪著你們一起長大好不好 那我們接下來馬上要邁進900集了 900集之後呢 超級霹靂會也有小小的改版喔 那我們今天走出戶外來到了我們 胡偉鐵橋 它成立的時間呢 建造時間是1931年 距離現在也即將破百年了 雖然現在已經不再使用了 不過變成我們的觀光鐵道也是非常棒的 整個造景呢 還有風景景色呢 非常非常的不錯 來這邊曬曬太陽 提升我們的免疫力 趕快進入精彩的超級霹靂會 對 霹靂幸福快報帶你掌握最新的霹靂訊息 從這個我們開始走春系列之後 因為現在是3月15號 所以現在也算是走春系列喔 那從這個開始走向戶外呢 我們今年年初到現在 已經帶大家到很多不同的景點 我覺得我們要走的剛好就是那一種 平常可能就在我們的生活周圍 它雖然不是那種很大很有名的景點 可是呢 卻是常常會跟我們擦身而過的 如果你因為我們的節目 知道這些景點的話 就住在這附近的話 記得趕快走過來瞧一瞧 尤其有沒有看到我們身後的這個火車頭 這個火車頭是真的當時呢 在運輸這個浙堂的火車頭喔 到目前為止 他已經快要100歲了 所以來到這邊記得要叫他爺爺 對 他真的陪我們走過非常輝煌的那個年代 那同時呢 我們趕快來關心一下 我們今天的周邊精品 首先呢是我們3D激戰天下 雲晶立體場景光山塔 那這個雲晶呢 其實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這個 前兩檔聚集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場景 他算是呢 霹靂世界當中 非常非常科技感的 既有生命又有靈魂 還可以飛在半空中 你看這種駐索多棒有沒有 OK 那所以如果想要收藏的話呢 記得他有這個A4尺寸喔 就是差不多這樣這麼大喔 所以呢 如果你想把這個公仔啊 或者是你的電視版木偶呢 旁邊要有一些場景 要一些擺設的話 他就是一個非常棒的場景 OK 那接下來呢 繼續跟他分享的就是我們 霹靂電視版的木偶 本週要為大家介紹的是 兩尊遺珠 這遺珠呢 也就是說 在這個聚集當中 他們出現的頻率不是那麼高 可是因為人氣很旺 所以我們就推出來回饋給我們的細民朋友們 首先呢就是我們的永夜劇作家 以及我們的外教主 這兩位呢 都是附有面具版的喔 想要收藏的朋友動作快樂 好接下來呢 就是我們人氣精品 也就是我們霹靂DIY熱轉液系列 包含像我們的杯墊 馬克杯 還有現在呢 大家非常非常需要的口罩 那這一次呢 我們的款式包含像我們的夢靈星 還有繼承環 以及呢 禁榮雲霄 以及九月紅 推出來跟大家分享喔 記得要收藏的朋友 動作要快樂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這個特輯就是上個禮拜呢 已經有稍微為大家介紹過的 霹靂人形物語 JP娃 我們的地名 本週就是它的特輯 趕快來瞧一瞧 霹靂人形物語 JP娃屬於球體關節人形的一種 因關鍵部位 皆裝有球形關節 使人形能夠做出許多 接近於真人的姿勢 造型精緻 服飾細節也按照 圓比例縮小 身體與頭部比例為3比1 看起來更為Q版可愛 地名 九天玄尊清典的玄皇三聖之一 擁有多重的身份與名字 更與天璣有著一張相似的臉孔 地名性格看似反覆無常 行事隨心所欲 實則對所有的惡行 皆有缜密的規劃 且控制欲極強 透過對人性與利益的洞悉 安排設計一切 讓他人即使不受他控制 也會走上他要的軌跡 江民愛社會 積極降城 江民愛社會 積極降夜 靠天 江民愛社會 看完可爱又帅气的地名JP娃 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 听名在剧中的片段吧 五 五七公 看来你的故事一定 就由我为你亲自抛下匠匠 听名在剧中的片段 为你亲自抛下匠匠 为你亲自抛下匠匠 对三个人当成 最混质前建制之后 出境最不良不修 任意苗恩立天之外 我都完全拯救战口的警示 每一個人事前 都該有享受一般的管理 哦... 聖衛 以我嗎 每一個優秀的目色 在我的我開始時 對是重感化了 不對 你... 不是 這就是獵物的人嗎 什麼有技能嘴 用藥嗎 天佳苗 只能受益過 你... 退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最... 可貴之...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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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快車行鑰 只要整整無骨 今方三歲到 彰昏天安 啊... 我... 都... 你... 什麼是誰 我... 你是... 他... 我... 你... 用一個不渐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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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地名在剧中初登场的场景片段 以及近距离观赏完精美可爱的这批娃后 有没有被他们高度还原的模样所掳获啊 是不是也让你想要带他回家呢 超级屁肺我们下周见 感谢观看